大家好,我是小雨 今天又來到了與你一起去參觀的系列 今天我們來到了就是全市蜜蜂主題的一個派對 你看,你看前面有一隻超級大的蜜蜂 這個韓國人真的是非常的強 我真的覺得很扯耶 你看,他直接用方塊疊出一隻超級大的蜜蜂 還有翅膀,超級大 對,不要以為說他這一間就只有一個蜜蜂而已喔 我們來帶你去看一下 首先呢,他旁邊房間就是用魚缸疊成的蜂窩撞造型的一個小攤販 一個麵包店還是點心店之類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堆恐龍在排隊,是非常的可愛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寵物慾望的地方 就是寵物休息的地方 然後我來給你們看一下二樓 二樓這邊就是一個露營區 然後還有剩下一半的蜂窩狀的擺飾吧 然後這邊就一堆實驗的設備 我覺得蠻特別的啦 看露營區有沒有可以坐著休息一下 接下來我們再去看一下他的地下室 喔,好像是可以玩的東西 欸,好酷喔 欸,他可以 他是 他用的很像兒童遊樂區 玩的那種滑梯 不是單純的只有溜滑梯,還有用各種彈簧 然後可以一直重複 就是可以一直重複溜 欸,感覺還不錯耶,地下室這樣設計 來啦,我們去看一下這個溜滑梯可以登到哪裡去吧 321GO 感覺蠻好玩的耶 來囉,要準備上屋頂囉 我來看一下上面 哇,上面是一個水上樂園耶 哇,你看整體 這邊就是 這個 水上滑水道的一個起點吧 然後這邊就是一堆溜滑梯,還有一個短轉的 然後我們就準備開溜吧 首先 應該是這條路沒錯吧 好,我們就往下走 來 喂 欸 欸 欸 喔,怎麼掉下來了 好吧,沒關係 再來一次 來,慢慢來不及 那個炮台真的是 對我很不尊重啦 走啦,重新開溜 來 喂 哇,他是接好的耶 除了剛才的失誤之外 那應該是我的問題 他就這樣子一路溜 溜 最後是偷到哪裡啊 他感覺好像很多支線 這邊就有兩個支線 嗯 好,看不懂 韓文 有人可以翻譯嗎 我是看不懂啊 那就先走左邊開始 其實我蠻喜歡玩6RT的 但是我覺得6RT就是要設計的就是比較好玩一點 就是各種 不要單純的只有溜滑梯 然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你可以搭配一些彈簧啊 然後那麽就是分支啊 然後各種其他的東西 去彈跳 讓他的溜滑梯主題更有趣一點 像他這一間很特別的就是說 他知道他的派對是只有一隻蜜蜂 所以他就設計了一個溜滑梯 讓我們去轉移注意力 就是更多的地方可以玩 而不是說看完這隻蜜蜂就走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子設計是還不錯的 來,我們這次就走右邊 不知道可以通去哪 喔,是要去蜜蜂的 欸,蜜蜂這裡耶 喔,我們來到了蜜蜂的裡面 哇,裡面是... 哇,裡面是一個... 舞台耶 裡面好嗨喔,哇 喔,好酷喔 你很難想像說裡面可以那麼嗨 一個外面的蜜蜂跟這裡面 這樣子搭配結合有一種很大的一種反差 我覺得蠻酷的 然後我幫他開一下燈好了 對,他好像沒有把旁邊兩個燈都打開 這樣子會更嗨有沒有 好,這邊最後一間房間就是一堆蜜蜂的抽獎的東西 家具啊那些的 我覺得房主真的蠻厲害的 你不覺得這隻... 中間這隻蜜蜂很像那個... Minecraft裡面的那一個嗎? 因為剛好都是正方性格子 超可愛的有沒有 我蠻喜歡的啦 各位... 你們覺得這一間的蜜蜂主題派對怎麼樣呢? 歡迎下方留言告訴我你們的想法 很多人好像對宇宙幣好像不太了解 所以我再說個明白一點 每一部影片都可以有留言 你只要被我自理到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宇宙幣 一個宇宙幣的話 就可以拿到兩個金磚或者是一千星幣 然後你就可以跟我兌換禮物 比如說你拿到五個宇宙幣的話 你就可以跟我換這次的十金磚禮物 這樣的目的是讓你們認真看我的影片 而不是去單純簽到而已 好啦我是小雨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